R421赛季已经开启 想必很多玩家都已经迫不及待去上分了 本赛季有很多英雄进行了改动 整个游戏的节奏也发生了变化 不过赛季刚开始时 TF又进行了一次英雄调整 老英雄亚瑟时隔一年多终于加强 虽然看上去调整的内容不多 但可以说是改到点子上了 据说这次调整亚瑟不是策划主 而是因为一名主播亚瑟王的建议 之前版本亚瑟的大招强度并不高 前后摇都比较长 经常会出现大招物仪追到了人 但是形成的法阵还在原地 导致法阵的伤害打不出来 另外就是大招的攻击目标有一定问题 明明设置的是血量最低 结果经常打到其他人 导致无法击杀残血 另外就是大招的击飞时间 亚瑟大招的击飞时间 只有短短的0.5秒 再加上前后摇的时间 很多时候甚至连放大招的欲望都没有 如果对面出了抵抗鞋 反而能跑掉 这次调整首先就是优化了一二技能的手感 二技能和其他技能的连接更加顺滑 大招对于目标的追击效果也进行了优化 大招接斩杀 再也不会出现大招放了斩杀空门的情况 其实看上去亚瑟的数值没有任何增加 但是熟悉王者的玩家都明白 优化手感才是这个游戏最大的加强方式 很多英雄都是这样一跃而起的 这次亚瑟王确实给广大亚瑟玩家蒙福利了